皇后萧艳艳献祭,凶手不招供,就杀他们九族,这一招很灵,萧海之海里青都害怕,扣头地,万岁,我们院招是求不诛连九族,就这一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服萧艳艳的,这个小国母今年才十八岁啊,真不能小瞧, 几句话也不用动行,二贼招供,大家奇怪的是,萧艳艳什么时候,把这两个贼人家底弄得那么轻呢,书中暗表,昨天天交定更,萧艳艳发现海里青假穿遗址,又失踪了,就有准备,怕他逃跑,如果逃出京城,能到什么地方把他抓到, 他叫宫女找太监,快查档案,那个年头有档案吗?有啊,只不过不叫档案,你想啊,朝中大臣都是哪的人,多大年龄,家里什么亲戚,能没有底册吗? 有专人保管,如果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中国五千年历史怎么写出来的? 就得说萧艳艳聪明啊,别人没想到的,他想到了,这是艳艳和文武春臣见面第一个回合,好戏啊,在后头里,这阵儿,韩旷寺和韩德让也在金殿,韩德让见艳艳上殿,心里不是滋味,想看不敢正视,不看吧,心里急难得见一面, 他低着头,大气不敢出,艳艳和太平王辩论,把他恨的,还不能过去,打太平王几撇子,出出气,这阵儿,警宗追问二贼,海里清,朕对你不保,你为什么行刺国诈? 小海之,你忘恩负义,不保国长养育之恩,恩奖仇报,到底受何人主使,再不说实话,就把你们两家斩尽朱绝 小海之跪在地上,心里合计,萧艳艳呢,你太狠了,我们不招供,大臣都没办法,你给出主意,杀我们九族 反正,我也是死,临死,也抓了俩垫背,叫你萧艳艳,肉不疼,骨头疼 如果皇上能相信我的话,萧艳艳呢,你别看当上正宫国母,还得被皇上打入冷宫 想到这儿,向上磕头,哎呀万岁,如那恩典饶我的全族,我愿意供出主谋 好吧,朕,饶恕你的九族,讲,万岁,现在我萧海之,也后悔,哎,肠子都后悔轻了,我不该为了钱财,忘了养父对我的恩德,我上当了 嗯,你上谁的当了 嗯,我说了,怕万岁你不相信,我不敢说 哎,讲嘛,说,是谁,就是,这个,就是,讲,就是燕王千岁韩皇寺,还有燕枪将韩德罗 他父子许给我和海底清,升金千两,彩盾五十匹,还要保取我在燕王府当差,我才杀了萧国丈 就这句话,满朝文武都大吃一惊啊,燕王韩旷寺本来就胆小,听着这句话,吓得抖一耳战 喊得让,尽量打个寒战,不由的,看看萧燕燕,正瞧燕燕看他两个人眼光一碰,打个愣神,赶紧把头都低下了 萧燕燕暗骂,萧海之啊,你可真缺了八辈子得了,无中生有,这头疯狗,乱咬,哎呀,再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可如何是好 把个阻止多毛的美人萧燕燕也难住了,其实皇上也不相信 为什么,他手下大臣素日为人,他能不知道吗 一拍龙甩,咚,萧海之,你信口辞黄,燕王父子和国丈交情很重 咱们能伤害国丈,不去而等,血口喷人 哎呀,万岁你不信,你问我海里青啊 海里青明白,萧海之的意思,故意说 萧海之,你不够朋友,脑袋掉了,碗大巴的算什么 干什么,把韩家父子给招出来了,招出来也救不了你 转脸,冲着韩家父子说 哈喽王爷,我对不起你了 你想啊,俩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皇上也半信半疑 韩黄四,韩德上,呃,陈在,陈在,爷俩扑通跪下了 哼,方才,二贼说话,你们全听见了 你们为何要杀国丈啊 韩黄四吓得只会说一句话,老臣冤枉,老臣冤枉 韩德上说,万岁,陈父子不顾生死福宝,万岁继位,忠心无二 我父子,你国丈,情同骨肉,焉能伤害他的人家,致贼人陷害我父子 小海之盲说,哎,我是少王爷 你呀,可别怪我,我本不想招 万岁要杀我的九族,为了保住那几百口子人的命,不得不说呀 韩少王爷,你是英雄,应该敢做敢为,出了事 不能往我们身上推啊,你说,你与萧家无仇 诶,万岁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我在老萧家待了十多年呢 韩家和萧家,仇身四海呀,万岁 黄四说 小海之,他们两家有什么仇 哎呀,万岁,你在深宫大院是不知道啊 那萧娘娘没入宫之前,国丈一讲她,许给了韩德让,两人订婚了 万岁,你选娘娘入宫,萧国让,没办法找韩德让,要毁掉婚约,讲女令嫁 韩家父子毁恨在心,要报毁婚之仇,才胜杀人之心呢 还有,韩家父子和国丈,都是保万岁继位的有功之臣 那国丈,将相聚一身,又加封王爷,又是国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韩旷四呢 你只是封个燕王,这燕王是有职无权 他嫉妒萧国丈,有嫉妒生恨 要想扫清晋升之路,必须除掉国丈 皇上一听,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礼,啪,一拍龙鼠案 韩德让,这回你还有何话可说 万岁,臣冤枉 太平王对韩家父子恨之入骨 他想除掉遗己,借刀杀人 高喊,万岁,韩家父子刺杀国丈,理应除此 唐国德,宁王,宋王,金王,纷纷,头是落井,上千十里 应该将韩家父子下大牢,抄那满门 对,杀他们父子,为国丈祭令 皇上真火了 韩旷四,韩德让,非是朕,无情无义 怎奈国法如山,看在往日功劳 保住你们全尸 来啊,就这句话 韩旷四下的趴地也不会动,说不出话 韩德让说,万岁,臣死不足为息 可谈奸人得逞,致恐今后国无宁日 太平王说,万岁,当断则断 不断则乱,快传职,将韩德父子处死 嗯,言之有礼,内侍臣去振酒来 咋?振酒是烈性毒药酒 这东西喝下去,当场费蜜 在一旁,可急坏了美人萧燕燕 他半天没说话,怎么办 脑子飞快旋转 他一看皇上,真要将韩家父子处死 这才大喊一声,骂 万岁,切非有本 爱妃,有何本咒 万岁啊,不要听二贼之言 他们是嫁祸于人 别人不知道,切非知道 燕王父子忠心耿耿,绝不会谋杀国诈 哎,切非,空口无凭 你怎么能证明供词是假呢 万岁,切非有办法,不妨试一试 嗯,好,怎么试 万岁,那我可要说话了 那时,来,准备笔墨燕娃纸张 分别送给海里青和萧海之 叫他们去写,去疗口 萧海之,海里青 你们俩人说,燕王父子叫你们杀国诈 如何面授机 在什么地方说的 怎么说的 把详细情况写清 如果写出来两相吻合 燕王父子就是主谋 如果有出入,哼,就是诬陷 写吧 这下子,这俩小子可傻了 事先没窜共啊 他不可能写成一样 内使去了镣铐 把纸一放,底墨告宝交在手里 脸写完了 两张纸往皇上面前一送 皇上一看 果然,两份供词是驴唇 不对马嘴 当时勃然大怒 大胆的贼子 死到临头 还敢欺骗国王 把他们俩推出去 挽挂 林池 折 金瓜武士 从地上把两人架起来 挖挖就退 走走走 他们真是没事找事 小海之一看 再无生路啊 非死不可呀 怎么办 临死 我得抓个垫背的 再咬一口 慢着 皇上 我有话说 话还没说完呢 皇上一点手 又把小海之推回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皇上 我是要死的人了 死 什么就不知道了 再过二十年 还这么大 可是 我替你难受 可笑你 还不如我呢 你活的 比我这将死之人 还窝呢 我要是你呀 就不能活 你觉得你是真龙天子 自以为尊贵 其实 还不如老百姓呢 你拿萧美人 当宝贝 那是害人精 火乱江山的达基 他跟你 是虚情假义 他心 早有所属 他是韩德让的人 他和韩德让 通奸有染 你还蒙在鼓里呢 住口 不许你胡言乱语 哈哈 你不相信呢 刚才你要杀韩德让 你看 萧嫣嫣急得什么样 人家两人 亲亲我我 我看见了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 活王吧 就这几句话 金铁型炸窝一样 文武群臣 七嘴八舌 一轮开了 在那个年代 娘娘作风不正派 那还了得 一时间 金殿上 乌丝丧话 全端出来 什么 娘娘 跟韩德让通奸有染 皇上 说活乌龟 伤脑败足 不守复道 祸乱江山 网归国母 也该打入狼宫 劈头盖脑 矛头指向 萧嫣嫣 皇上一着急 猝劲网上犯 无地声 老病犯了 抽上疯了 四肢发硬 两眼发直 口不能言 半个身子都不能动 往后一仰 差点摔倒 多亏身后 宫女太监 把她扶住 这下子 严强将韩德让 快要气疯了 心想 这不是无中生有吗 当初我和燕燕 是心心相印 可是 清白交往 问心无愧 小孩子 你害我们 说我什么都不要紧 我有一条命 够了 你不该害燕燕 你叫她怎么 执掌三宫六院 如果皇上 信以为真 燕燕活不了了 我宰了你 韩德让 死定了 肖海枝 眼珠通红 满嘴杀气 就想冲过去 一脚 把肖海枝 踢死 这这 肖燕燕在龙叔案前 看得清清楚楚 按想 韩将军 你可不能杀 肖海枝啊 杀了他 我们俩就是浑身试口 也难以分数啊 再说 你也杀不了他 韩德让 站在金殿的西边 肖海枝 跪在中间 在金殿进门的地方 你韩德让 要出班 不等走到 肖海枝的身旁 两旁金瓜武士 就得动手 金瓜吉顶 肖海枝死不了 韩德让 准得死 金殿上 能叫你随便杀人吗 不管金殿怎么乱 只要 韩将军你沉住气 我肖燕燕 就有办法 平息 疯了 想到这 燕燕也顾不得避嫌了 冲到下边说 韩将军 不可鲁莽 是家真不了 是真 假不了 哀家有办法 洗清 清白 韩德让 一机灵 他不敢抬头 看娘娘 不用看 从燕燕言言语中 已经听出 燕燕对他 无限的关怀 无限的爱 对呀 只为一时解气 杀官人怎么办 燕燕足智多毛 我想 他会有办法的 想到这 压下心头怒火 低着头 看燕燕怎么处理 皇上叶律贤 继位才几个月 现在立足未闻 皇族这边 以太平王为首的 已经结成死党 刺激东山再起 磨夺皇位 怎奈 时机不成熟 主要有国杖 肖斯温 还有高巡 女李 韩德让 父子等人 忠心无二 太平王他们 才不敢坐手脚 今天不同了 肖斯温已亡 凶手 肖海之乱咬 把韩家父子 也牵连进去 皇上信以为真 太平王 高兴 啊 这可是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咬倒肖燕燕 气死皇上 我们又可以掌权了 所以他越喊 嗓门越大 唐果德 金王 明王 宋王 也闹 肖燕燕 非常镇定 这是那人生道路的 重要一步啊 他在这用眼睛 看着文武 他一看呢 其中个老头 五十多岁 胖胖乎乎的 闹得最凶 他不认识 他回头 问女礼 女礼守护在皇上身旁 女礼 那个人是谁 哄 他就是太平王 叫掩萨阁 他想谋仇篡位 我们的死对头 啊 好 他是不让好心 不是为了治国 而是生怕天下不乱 好 我先把他制住 这就秦贼先秦王 想这儿 肖燕燕把脸一撂 柳梅道树 兴眼圆争 还是闻了我群臣 众位亲家 你还别说 就这一句啊 把纯臣瞎住 煞食 金殿 鸦雀无声 肖燕燕不慌不忙的说 众位爱卿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们在金殿上 如此放肆 成何体统 嗯 谁要是在这 多言多语 按国法处置 大臣们这吓一跳 哈哈 好厉害呀 大多数不言语了 唯有太平王 没在乎 哎 娘娘 萧燕燕 你真不知道天下 还有羞耻二字 你身为国母 不守父道 司徒还得让 拜会超纲 你还有脸活着 啊 弄个绳勒死 算了 萧燕燕脸都气轻了 眼仨葛 哀家是否清白 一会儿自然有人替我说清 可是你身为太平王 又是皇亲 慕无君王 知法犯法 该当何罪 哎 萧燕燕 我怎么慕无君王了 我法犯何律 罪在哪条 怎么犯在你手了 哼 现在万岁没有降旨 哀家还是皇后 我这个皇后 是皇上封的 你敢不遵 那在哀家面前 指手画脚 胡言乱道 是对哀家不敬 也是对万岁不敬 你咆哮奸殿 就是知法犯法 行宫都不属 何在 行宫都不属 是官职 谁是行宫都不属啊 女礼 女礼跟燕燕 非常近 女礼 赶紧来的切记 呃 陈在 行宫都不属 哀家命你 将太平王当殿 掌嘴 二十 就是打太平王 二十个嘴巴 女礼和太平王 是死对头 方才今天大乱 他就着急 干着急 帮不上忙 把太平王恨死了 心想这个老东西太坏了 我不信 娘 韩德拉 有苟妾之事 别说没有 就是有 管你什么事啊 再着说了 没进宫之前 有什么私隐 皇上都得睁一眼闭一眼 只要进了皇宫 紧守宫中尽律就行了 你敢保证你妈和你爹 成亲之前 就没有想好的 老东西 你没事找事 娘娘叫我打着嘴巴 太好了 可太解含了 狠狠揍你 那女礼 卖方不晃着膀子 腾腾腾 来到太平王进前 太平王爷 我奉娘娘遗址办事 啊 你还别生气 砰 左手劈胸一把 把太平王的衣服领子抓住了 往上一提 太平王脚的离地儿 太平王高喊 你干什么 你敢打我 我是皇上的叔叔 女礼说 这阵你就是皇上爹 我也刺悟你 巴掌轮圆了 啪 打着个催生 太平王后曹雅 当时的活动 嘴角血就下了 一反手 又一下 老贼不服 想赠脱 没有女礼力气大 太平王五十多岁 身体发炮 女礼三十岁刚过 身高 力大 老贼躲不开就骂呀 女礼 你关爆丝绸 你捧萧燕燕臭脚 没有好下场 女礼也不说话 左右开弓 啪啪啪 打二十个 响亮耳光 女礼的手腕子都打疼了 太平王不服 萧燕燕 早晚就你知道 我的厉害 燕燕一阵冷笑 女礼呀 打得太轻 来 再长二十个嘴巴 是 女礼高兴 七想 娘娘和我想吧 一块去了 我叫你骂 非把你打肤不渴 又打二十 哼 两三肿起多高 眼睛扔不开了 嘴也目了 哎呀 小燕燕 太平王爷 怎么样 你你 哎呀 疼死我了 他再不敢骂了 怎么 怕再打二十啊 燕燕一笑 太平王 你年纪大了 寿刑哀家不仁 武士们 把他掺到朝房去 叫太医 给他喝点药 消消肿 吃 有人把太平王 嫁去了 上京统治 唐古德 压不住怒火 娘娘千岁 太平王 乃万岁的皇叔 那应该留面子 说话的是什么人 陈舅 唐古德 官拜 哦 我知道了 原来你是南书面时 被降职使用 对吧 是 你心里不满 对不对 没有 还有 艾家的父亲 萧国杖被刺 是你第一个看见的 正是 我又听人说 萧海之刺杀国杖 是抛剑 扎在我父亲的后胸 没伤到致命处 为什么国杖 当场就气决身亡了呢 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呢 唐将军 你不觉得 奇怪吗 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了 这 唐古德差点吓死 暗想 这萧艳艳太厉害了 昨晚他没在场 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难道他看见我动了手脚 如果知道我按做手脚 我一夹子全完了 他越想越害怕 汗竹都往下直滚 再也顾不得帮太平王说话 其实这些事啊 都是野律协诊 派人调查的 告诉萧艳艳 艳艳接着说 好吧 此事我慢慢查清 还不给我退下 记住了 谁要成全倒了 赵大布 今天静下来了 文武官员都怕挨嘴巴呀 萧艳一看 心中暗乐 今天是我施展才华的时候 我一定想办法 撬开萧艳之的嘴 替韩德让喜亲冤枉